8月7日,由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主办的同事追梦人,港澳同胞奉献祖国70年大型巡回展览,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开幕式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致此时表示,禁约香港社会出现非常不稳定的情况,特区政府一定会与大家一同沉着应对,恢复社会秩序,维护法治,珍惜香港,珍惜一国两制,珍惜我们的家。 林郑月娥表示,新中国成立70年来,在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 香港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,既是贡献者,也是受惠者,在各个领域都能寻找到港人参与的足迹。 一国两制是国家坚守的政策,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,香港受益于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机遇。 一国两制是国家坚守的政策,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,香港受益于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机遇。 今月,香港社会出现了非常不稳定的情况,特区政府一定会与大家一同沉热应对,恢复社会的秩序,维护法治,珍惜香港,珍惜一国两制,珍惜我们的家。 林郑月娥强调,展望未来,特区政府会带领香港各界携手同心,继续发挥我们背靠祖国,面向世界的优势,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 她特别提到,政府愿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。 特区政府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参与一带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,支持年轻人继续寻梦、追梦、足梦和圆梦。 事实上,本届政府非常重视青年的工作,我们会继续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。 同事追梦人,港澳同胞奉献祖国70年大型巡回展览,透过余千张图片,展现了港澳同胞在各个领域对国家做出的无私奉献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,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,外交部驻港德派员公署福特派员宋如安,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政治委员陈亚丁, 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全,以及社会各界四百多人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典礼。